這是朝鮮的這種花 這是金針很臭的 你看這一套拿起來 就蠻漂亮的對不對 在1950年代寒戰的時候 這座橋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欸 有人在動耶 上一集在鴨綠江北邊待了一個多小時 沒有發現任何的北韓人 現在讓我們走上鴨綠江斷橋 用更近的距離觀察北韓新一周吧 好 那這邊是斷橋被炸斷的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當初搭鐵路要進去 新一周就是走這條路 那現在因為沒有火車好像人也可以走 那這邊是要錢這邊是不用錢的 那我們先去要錢的 然後等一下再去不用錢的好了 買一盒嘗嘗 這都是真正的朝鮮宴 買一盒嘗一嘗 怎麼賣啊 這樣的十五一盒 這樣的二十 這最好的這個是五十五一盒 這是朝鮮的種花 這是金針很臭的 這裡面幾支 二十支 二十五一套 欸 拿一套 看一下 綠的 綠的好了 二十嘛對不對 二十二萬八 炒幣 現在沒掙錢 現在天冷了也不想賣 也沒有人 一千 嘿嘿 我買到了我的戰利品 這個朝鮮 貨幣啦 這個是一定要買的 但我說實上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這個就是一套才二十塊 二十塊的話等於 等於多少 八十塊台幣而已 這樣一整套 而且它超級多的你看 你看 它是從五千 五百 兩百 五千 然後各式各樣的 幣值還有一萬的 這個一萬是我之前在 買的時候沒有看過的 我給大家看 而且還有 隱蔽 對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來到這邊買這個東西 其實還蠻好玩的 你看看這個照片 不錯吧 對 那其實我覺得你看這一套拿起來 就蠻漂亮的對不對 台幣80塊買到10張北韓的鈔票 外加3枚硬幣 絕對物鈔所值 好 那現在要上斷橋嘛 要把口罩給它戴好 才能上去 然後票其實我不知道多少錢 你看 直接去問好了 對 反正一樣看行程卡 然後直接買票就可以上去了 我覺得這趟來丹東超級值得 真的 那拍到這些畫面 我覺得讚啦 走 好 謝謝 上樓 直接走樓梯上去 哇 我好新冠啊 這比我當初要進北海 那個感覺是一樣的 它這邊有兩個防空砲 然後走上橋呢 就對了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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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有一個蠻帥的雕刻 這後面 這邊 好 接下來就是 前面就是斷橋了 好興奮喔 這個壓力將斷橋的歷史呢 早在1910年就竣工通車 在1950年代寒戰的時候 這座橋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是抗美援朝的最前線 在1950年的11月8號到14號這個禮拜當中呢 美軍多次派出轟炸機轟炸 大橋被攔腰炸斷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走到 僅存的第四座橋墩 你問我說呢 走在這個壓力將斷橋有什麼感覺呢 我跟你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鐵橋 那個時候我要拿出我的相機 狙擊了 對 我們要來找活生生的北韓人 然後跟他揮揮手 OK 好 你有沒有看到在我身後的 左手邊那個 有點像月亮 不是 月亮 像太陽餅 像月餅那個圓圓的那個大樓呢 它就是新義州最高樓 剛才我說嘛 那它名字叫什麼呢 就叫做太陽樓 那裡面到底是幹嘛呢 住宅呢 還是辦公大樓 還是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因為它的資料實在是太少了 它23層樓高 那其實從這邊最特別 從斷橋上面是可以看得到 竟然有摩天輪 就是有點像我們台北的那個 兒童樂園裡面的小小那個摩天輪 就在這條路橋的底部 OK 最後面就是摩天輪 所以大家到底有沒有在使用我們 走近一點 看一下 我們來到了算是最後面 這是可以開壁梁 我剛才研究說這個什麼 很獨特的開壁梁 蛤 到底是什麼意思 後來發現 因為其實那種橋啊 如果有船隻要經過 它不是有非常多不同種的 可能對開方式嗎 那這個的話你知道什麼嗎 它中間它可以360度旋轉 算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所以才叫做開壁梁 這個名稱也是讓我長知識了 現在木耳梁 裡面便會在上面 和牛肉曲 一塊一塊一塊 在火裡 這就是它是十七塊 這個燈子 炸來就炸勻了 不然這個胸器 然後再炸 開口味道 那這邊拍的話會比剛剛那邊拍還要更清楚 因為距離直接切斷了一半 我多往前了一公里 將近一公里 因為這個全長944公尺長的壓力漿斷橋 OK 那我們就換鏡頭拍起來啦 因為忘了帶腳架 所以只能手持長焦鏡頭 特別晃的部分大家就見諒啦 後來查了一下 這個某天輪從蓋好到現在 從來沒有轉動過 因為這只是北韓人愛面子好看用的 太陽樓 如果注意看會發現有四個韓文 意思就是一心團結 經過30分鐘的努力 一個人都沒有認真 連個巡邏的警衛或是士兵都沒有 可能是因為天氣太冷 但也有可能是 這個就給大家自己去想像 那那個摩天輪它也沒有在動 然後呢其實我遠遠看 我後面那幾棟建築物啊 有幾棟它是連窗戶都沒有 就是可能剛蓋好 沒有完全是沒有人住 這個是完全看得出來的 但其他建築物呢 好像有人又好像沒有人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好那這就是壓力漿斷橋 我跟北韓最近的距離 三年半孤地重游 那我們要離開這邊啦 走啦 離開這裡囉 再慢慢的原路返回 其實你在那邊待越久啊 剛要下去之前越想越不對 連條狗都沒有 沒有人就算了 連條狗都沒有 只有一些水壓 或者是那個老鷹會這樣盤旋經過 真的是很荒涼的一個地方耶 沒有車子 沒有人 沒有狗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你就感覺 是一個廢棄的遊樂園的概念 因為剛好用那個摩天輪嘛 真的是 tricky interesting 我真的只能用有趣來形容 今天的沒有拍到一個人的一個過程 好那這應該就是影片的最重要的部分 真的要下去了 我手快凍僵了 去吃點東西好了 好不好 就在要離開鴨綠江斷橋的時候呢 突然事件範圍出現了一艘小船 那艘船 我們來偷看一下那邊有一艘船嗎 我來看一下是 中國大陸的還是北韓的 我來看上面有沒有人 然後 有了有了有了 大家應該都還沒有看出來 船上有人對吧 我其實也跟你們一樣 甚至是到現在回到台灣剪片的時候 重新審視影片素材才發現 欸 有人在動耶 但他的動作呢實在是太輕微 遠遠的看不是很清楚 而且依據距離 我可以確定的是 那是北韓的漁船 我拍到了 成就達成 好 我們現在立馬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從江邊壓綠江邊來到了步行街 這邊是新柳 對 步行街 算是在整個丹東最熱鬧的地方 光聽聲音就聽得出來了 那我來這邊要幹嘛呢 不是要逛街 再來帶大家吃一個東西 算是丹東的特產 這個東西叫悶子 一個火在一個心情煩悶的門 悶子 我長那麼大第一次聽到 但是呢很多人推薦說 大家丹東一定要吃這個特色小吃 在這個心柳步行街上面 有一間28年的老店 我們直接吃起來 前面 心柳安東燜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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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燜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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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吃耶 它有點像蘿蔔糕 但是它的味道比蘿蔔糕很良 它沒有蘿蔔糕那麼硬 因為它好像是綠豆粉去做的 我覺得 因為它煎得 夠熱你知道嗎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夠熱 就是脆脆 便衣會脆脆的 然後呢 因為它的醬料有麻醬 然後辣椒啊 所以有點不是很好把它弄開你知道嗎 真的味道不會太鹹 我現在大陸吃東西都是要看 它到底會不會很鹹 像這個小份的水果款可以 好吃 這個在海外賣會不會賺錢 會賺錢 因為它有些是軟的 然後有些是很硬的 這個可以耶 雖然它可能不是很好看 但是 好吃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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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丹東燜子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 我們很熟悉的早餐 蘿蔔糕 加了非常多的麻醬 跟辣椒醬的概念 我看到那個老闆在炒那個聲音 喔很爽耶 而且它還有加點香菜 有香菜我就可以讚 我覺得麻醬是一個精神 它是它最重要的一個 算是佐料 非常的豪氣 為什麼要加大香蕉呢 因為 它是香蕉水口味的汽水 就是很歐斯庫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瓶加兩塊 然後那個12塊 這樣14塊的話 60塊搞定 不願給大家 然後丹東營料室 上次沒有吃到 這次把它補齊 還是你都是假的 你只要轉到這邊 OK 那看一下時間已經來到4點半 你有沒有感覺到 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 沒錯 已經日落了 我原本想說要用那個 鴨綠漿的日落 當成今天這部影片的ending 但我發現我剛剛在吃那個悶子 吃太慢了 所以我走到那邊 應該天就已經黑了 比較可惜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在丹東的行程 算是非常的充實 雖然沒有去到那個虎山長城 沒有去到河口 那也沒有做那個 鴨綠漿的遊船 但是呢 我就再按上看 然後走那個鴨綠漿斷橋 我覺得就有一個 不一樣的感覺 這是我三點半前 來到丹東 然後要去北韓 的4點3也是完全沒有體驗到的 那時候就趕趕趕 那今天放慢腳步 在丹東這邊 亂走亂晃 然後亂拍 所以我覺得 推薦大家來啦 對 東西好吃 你看 人參雞湯 還有剛剛那個悶子 說實在 那個悶子吃到後來會有點膩 因為醬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蠻合台灣人的胃口 好 那我們就 往那個 火車站的方向 那下部影片呢 我們要去哪裡 沒錯 就是長白山 等一下呢我要搭 從丹東 回到瀋陽 休息一下 再從瀋陽 臥部火車 到那個 通化 再從通化搭到松江河 松江河 松江河鎮 那明天就是要去那個 長白山的西坡 我看了一下天氣啦 負22度 然後體感 負35 但是沒有下雪 只要下雪的話 那邊通常都會封閉景區 那我們明天就 西坡 長白山 天使我來了 好 我們下部明天見 掰掰 希望你會喜歡這部影片 現在我們要長途跋涉 離開丹東 前往長白山啦